好 剛剛我們的楊凱安記者 他就是在基隆 他在東信路上 我們知道東信路上他的狀況 有一些 我先跟大家說個簡介 東信路上有淹水 然後包括基隆二信中旋旁邊也有淹水 那其實有民眾就說 你中有跟你說 說兩年都沒清水糕了 而且大家出示一張照片說 你看 如果有清水溝的話 上面怎麼會長草呢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究竟是 是因為雨量太大 還是說因為沒有清淤 基於這個部分我們就要好好的來請教 所以我們現在要透過視訊連線 我們連線給基隆市議員 張浩漢議員 葉遠晚安 你好 各位好 我想基隆今天的所有的各大社群平台 都可以看到基隆市非常嚴重的 一個災情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其實在基隆 在上週的週末的時候 就已經下過一場自災性的一個大雨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印象 那當時候其實謝國楊就已經不以為然 那時候還講說 我晚上9點就回家 早上9點才 來踩出門的繼續關心這樣的一個災情 甚至是在 所謂的要去所謂的 勘災的 拆開錢 還在參加國民黨的一個顧量的一個活動 甚至還講出所謂請假2小時去剪頭髮 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代表 他根本就無心在基隆的防災工作上面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淹水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的民眾都拿出來 甚至是在 今天淹大水前 在昨天就已經把所謂的基隆的水功 漲草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曝光出來甚至還有講到說 有里長在反映 其實基隆有很多地方的兩年 兩年內是完全沒有清水溝的一個狀況 其實這一件事情明顯的就代表 基隆市政府的螺絲完完全全就鬆擾 那其實基隆的狀況又更特殊 因為這一次在颱風還沒完全登陸之前 基隆就已經產生這樣的一個災害 而且在昨天的時候 其實基隆就已經放起了颱風價 其實就一般的市民而言都會覺得說 基隆其實應該做足了相關的防臺的措施 然而到現在為止的這樣的一個災情狀況 就可以代表 其實基隆根本還沒有做好任何的一個準備 尤其謝國昂在這兩天 我講只要不要講謝國昂好 我們講過去林歐昌在擔任基隆市市長的時候 其實只要颱風還沒有影響到台灣之前 他都會到各大的抽水場 甚至是說去檢查 整個基隆市的一個清淤的一個狀況 為了目的就是什麼 去減少這個 颱風可以帶來的相關的一個災害 謝國昂在最近這一些的公開行程裡面 我們似乎也沒有看見 他對於這些防災工作的一個重視 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也必須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像過去呢 我們在做颱風的 防災過程當中 也會撤下我們基隆市大大小小的一個看板 然而在這一次的所有看板裡面 完全沒有一面看板被撤下 你說的那種看板是那種臨時性的 然後大面 因為他會就是風力會變成 他一個受力面的那種東西 對不對 對 只要懸掛在牆上的看板 沒有被拆下 那其實我們接到裡面 一些的內部的訊息就講了 因為看板上面掛的是誰 掛的就是市長啊 他們怎麼好意思 去把這個看板撤下來呢 因為上面也沒有交代 他們也好不 不好意思去揣摩上意 如果今天把看板拆下來之後 會不會又覺得說 是自己公務體系呢 在刁難市政府 刁難市長的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根本就是 謝國良對於整個風災來講 第一個沒有準備 第二個來講 他根本就是欣乎大意 我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我有點不是很確定說 這個是在什麼地點啦 就是不是有幾個地方在基隆 然後他因為有一些土石流 沖進民宅嗎 是 然後其中呢 有一戶 我們看到 謝國良市長 他在受訪的時候 他說 看起來其實還不太需要撤離啦 所以呢 我們就拿沙包來頂一頂就好了 把民宅後面啊 不是太大量的土石均線的話 也不會壓過來 我們就用沙包去賭就好了 那其實有很多東西 尤其是天災的東西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確定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所以這個沒有撤離 也有很多人在批評說 這個作為是不是太輕率了 其實就 這個個案就有所了解 他其實不只是所謂的土石淹沒的問題 甚至他已經有 疑似瓦斯外洩的一個狀況 所以只單純用沙包的這一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他沒有完全在顧及周邊 所有的防射的安全 甚至人民生命財產上面的一個安全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在昨天 新聞一曝光了之後 我們也感到說非常的一個訝異 照理來講 今天你身為一個市長 面臨到這樣的一個災害了之後 如果今天照理來講 你應該先進行民眾相關的一個安置 至於後續 你本來就應該要要求 尤其昨天風雨還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狀況之下 要求相關單位應該儘速的 可能做一些 立即性的一個處置 而不是堆滯沙包而已 所以其實就現在來講的話 就颱風防災這一門客來講 其實現狀是一個嚴重的 不及格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謝謝浩瀚議員 接受我們視訊連線 來我要請教冠婷 因為剛講就是說 輕淤不輕淤這個事情 那當然有民眾反應說 你如果輕淤的話 怎麼可能水溝蓋會長草呢 可是我就看到有人出面來幫忙平反 來 這個是宋偉利 也是基隆的議員 然後他就講說 其實清潔隊員很辛苦 他們平常都要定期的清溝 水才會退得這麼快 但是這個照片你說上面有什麼樣的玄機 出現什麼問題 貴雅你把今天的壓箱寶拿出來 我本來是最後要秀的 因為現在基隆的防災 連國民黨的議員 都一起用AI高科技防災 剛剛貴雅秀的這個是宋偉利 國民黨的前議長 他貼出來的 三坨颱風太太 驚人一亮 請市民朋友不要外出 如要外出請注意安全 很棒 沒問題 下面貼了一張 他去認真會看的照片 各位觀眾朋友 認真看近一點 你可以再近一點 觀眾朋友 真的你沒看錯 你看得沒錯 這就是非常拙劣的P圖 這一張是P圖 你看這個旁邊的線條 這個是有學過Photoshop 都會P的比他好 你幹嘛 你可不可以真的去現場看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謝國良一個人 整個國民黨的這些議員跟謝國良 現在心到底有沒有在基隆 我回來源頭講 基隆現在要先釐清一點 在我們要批評謝國良防災之前 先釐清一點 基隆的災情這次嚴不嚴重 基隆的立委林沛祥認為說 大家叫看圖說故事 這一下子是什麼意思 國民黨的剛剛的議員 前議長用P圖跟大家講 他就會看 基隆的現任立委林沛祥 跟大家講說看圖說故事 來 我給大家看第一個 謝國良市長你看一下好不好 道路排水系統失靈 基隆法院都泡水 加班檢察官受困災情嚴重 看個圖好不好 你說不要看圖說故事 我不看圖怎麼行 這整個淹成這樣 加班的檢察官 加班到沒辦法出來 已經整個變水箱折鍋了 你如果真的跟他講基隆不嚴重 基隆市民會饒了你嗎 來 再來 謝國良的態度 這樣大家問到剛剛貴雅 問到整個民宅土石流 大家最關心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否怎麼解決 他的回答是說 那個民宅看起來不太需要撤離 我們當場就建議 就是說多拿一些沙包 把民宅的後面 如果不是太大量的土石流請卸的話 最起碼不會壓進民宅 謝國良先堆沙包阻擋 我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後來感覺基隆 跟中央兩邊在對嗎 這個事情當土石流 開始陸續發生之後 中央災害紙邊中心的指揮官 內政部長劉士芳 他問謝國良一個問題說 我們現在看到土石流的狀況 基隆有 新聞有看到 災情也有掌握 可是基隆沒有撤離任何人 觀眾朋友也沒聽錯 基隆沒有撤離任何人 原因是因為 我們正常來講 所有的縣市 都有所謂預防性的撤離 就叫保全戶 基隆這一次 有土石流的地方都不是保全戶 所以並沒有依法本來現行撤離 所以西隆市長要做一件事情是 你認為哪些地方有問題 你要趕快優先來撤離啊 不是保全戶的應該要撤離 內政部長劉士芳提醒謝國良這件事情 結果你同黨的立委 林佩祥 林佩祥 我要講謝國良他並沒有要接受中央的建議 林佩祥跳出來說什麼 結果跳出來講說 你點點啦 政治操作目的 看圖說故事 站著說話不腰疼 就是貴雅講的 你點點吧 你這對嗎 你今天一個當地的立委 跟著風 然後謝國良你叫大家去弄沙包就好 我回來講喔 來最後看這個畫面 你這叫看圖說故事 煙成這樣不叫煙 旁邊的車子 旁邊的人 整個都心到膝蓋了 看標題 鏟片整片黃河畫面鋪 翻設置臉書基隆人大小事 我言說跟觀眾朋友講 謝國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時候不談政治 防災該做的事情沒做 以前我們在地方政府的時候 慶育要做 現在該做的事情沒做 我最後要講這一點 謝國良他現在連一個基本市長 該做的我們沒做好 中央要幫忙他 他也拒絕 這是最大的問題